新婚夜 青郎对新娘霸王硬上宫 新娘说 你不要告诉别人 明朝万历年间 兵宁儿出生在宝定府一个贫苦家庭 她因为幼年父母早逝 为了养活自己 每天都要起早贪黑的上山采药 然而 却有不测风云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她跟往常一样 正在山中采药时 突然发现了一株 又片叶子的人参 顿时心中大喜 毕竟 这可是传说中的千年人参 于是 她二话不说 直接就想伸手去摘 谁知就在这时 忽然从树林中传出了一声狼吼 接着 一条凶狠的青狼 把她按倒在地 看到这种情况 兵宁儿立马脸色大变 吓得虎贵发凉 随即也来不及多想 急忙抓起手中的锄头 趁着青狼分心时 直接就砸向了青狼的脑袋 结果 就听到砰的一声惨叫响起 只见青狼眼中含龙一闪 立马张开大嘴 气愤地说道 好你可不是好歹的丫头 居然敢偷袭我 原来 我只是想抢走那树千年人参 没想到 你敢反抗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熟了 你还是乖乖地跟我回洞府 走我的小街去吧 说完后 青狼撇了撇嘴 随即一点嚣张地大笑起来 而此时的兵临而为言 顿时心中恍然大悟 原来这只青狼是一个妖怪 看来自己也太倒霉了 不过自己作为一个黄花大闺女 那也是有脾气的人 岂能被一只让人讨厌的狼腰里跌了 想到这里 他的眼珠一转 也不知脑中想到了什么 竟然一把拉住青狼的前腿 随即一点慌张地对他喊道 你先等一下 我还有话说 这株青年人参可以给你 不过 我已经有了未婚夫 那是万万不能嫁给你为妾的 不然的话 这样是被他得知后 你一定会大难临头的 你可要三思而后些 谁知青狼一听这话 心中瞬间愤怒了 竟然对着空中狂吼了几声后 这才一脸不屑地说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堂堂一个千年狼王 还比不上一个凡夫俗子吗 实话告诉你 只要我吃下这株千年人参 那就会立马化成人形 所以你只要乖乖听话就好 现在赶紧跟我走 说完后 青狼嘴中冷哼了一声 直接前腿一抬 就抱住了不断挣扎的冰宁儿 想要立马离开此地 可惜的是 青狼还没走出几步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大喊声 大胆了个妖 居然赶在光天化人之下 就想抢走我的妻子 这简直就是作死 受死吧 话音刚了 就看到一个小伙手握一张大弓 直接射出了一只冒着金光的利剑 竟然瞬间穿透了狼妖的眼睛 让他躺着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随即气呼呼的大喊 小子 今天算你狠 我认栽了 多管 山水有相逢 等我养好伤后 我定当找你抱着一箭之仇 到时 我看你如何得意 说完后 青狼直接用嘴吞下了那颗千年人参 随即搜的一下子 就窜进草丛 消失不见了 看到狼妖逃走后 小伙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随即二话不说 直接跑到了冰宁儿的身前 立马伸出手指 掐了他人中一下 随即一点焦急的对他说道 宁儿 你赶紧给我醒醒 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那只狼妖被我赶走了 我不能没有你啊 估计是好人有好报 没过多久 就看到冰宁儿眉毛一动 慢慢睁开了眼睛 不过当他看到面前的小伙时 居然眼睛一红 急忙就扑进了他的怀中 随即哭着说道 铁牛哥 原来是你救了我 刚才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自己无法逃脱狼妖的毒手了呢 宁儿 这让我怎么说你好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一个人来深山采药 毕竟咱们还有三十就要成婚了 这万一要是出现什么事 你说你让我怎么活呀 铁牛一听这话 立马苦笑的咬咬头 随即一点无奈的说道 而此时的冰宁儿 看到铁牛真的生气了 顿时心里一慌 直接吐了一下舌头 立马上前闻了铁牛一下 随即一点娇羞的说道 铁牛哥 我知道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来深山采药了 好了 你就不要生气了 大不了等到晚上 我让你提前开心一下 铁牛闻言一惊 立马看了一眼冰宁儿 随即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丝苦怪的笑容 急忙拉着她的胳膊 就回家去了 三天后 铁牛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终于博制好了婚房 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宴 就算和冰宁儿顺利成婚了 然而 让人意外的是 就在当天晚上 铁牛刚刚把好友送走 正准备回屋 入洞房的时候 突然闻到空中 飘来了一阵 玫瑰花的香味 顿时让她头晕目眩起来 随即脑袋一歪 就昏迷了 而此时的冰宁儿 正坐在婚房里 一脸欣喜地等待着新郎入洞房 谁知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 哐当的一声巨响 只因一头青郎 撞开了房门 竟然走到新娘的面前 随即嘴中冷哼了一声 一脸不屑地说道 冰宁儿 看来你挺开心的呀 不过 你得意得太早了 现在 你快点看看 我是谁 冰宁儿一听这话 立马皱起了眉头 心中觉得不对劲 立马猛地掀开了盖头一看 顿时下的是后背发凉 随即嘴中哆嗦地说道 原来是你这个狼贼 没想到 你还不死心 居然还敢来找我 难道 你不怕我丈夫的厉害吗 哈哈哈哈 你果然是一个头发长 简直短的夫人 实话告诉你吧 既然我此刻能出现在你的洞房里 那自然是摆平了你丈夫 他现在 已经中了我撒了花毒 估计 还能活两个时辰 所以现在 我们还是赶紧入洞房吧 说完后 狼腰全身金光一闪 瞬间变成了一个黑脸大汉 竟然一把包住了新娘 想要对他 罢了一个上宫 而冰宁儿听到战士的处境 立马心中充满了担心 于是 他眼珠一转 急忙推开了黑脸大汉 随即一点焦急地对他说道 说完后 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把剪刀 居然顶在了脖子上 看到他的举动 黑脸大汉顿时眼中寒光一时 随即撇了撇嘴 假装点了点头 就扑到了冰宁儿 而此时不知从哪里爬出来了一条小青蛇 竟然来到铁牛的身旁 对着他的小腿 就狠狠地咬了一口 随即晃了晃小脑袋 直接搜了一下子 就消失不见了 令人神奇的是 铁牛忽然喷出了一口黑血 竟然慢慢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不过当他听到屋内传来的怪声 顿时长脸色大变 心中觉得不对劲 于是 他二话不说 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就朝着东方冲去 然而 当他慌慌张张跑进昏房的时候 突然被眼前的一幕给逼惊了 只见妻子居然与人缠绵 看着这个情况 铁牛心中瞬间愤怒 只见他眼中寒光一闪 直接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精管 随即一人气愤的喊道 宁儿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丑事 难道 你一直在骗我吗 而此时的心灵看到丈夫发怒后 顿时下的时候没发亮 随即一把推开了那个黑脸大汉 直接来到丈夫的面前 一脸焦急的说道 县公 你千万不要误会 其实我这样做 那可是为了救你 毕竟这个黑脸大汉是狼腰所变 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啊 手按之后 他立马眼睛一红 直接跪在了地上 大哭了几位 铁牛纹声一惊 立马转头看向那个黑脸大汉 而黑脸大汉看到他的举动 立马嘴中冷横了一声 全身黑光一闪 瞬间变成了一条青狼 急着 一脸不屑地对他说道 小子 看来你的命够大呀 居然中了我的花都还能醒过来 不过此时 已经金飞洗笔 今天那咱们就新筹旧账 一起算吧 说完之后 狼腰直接张开了大嘴 就像一口把他吞进肚子里 谁知铁牛看到他的举动 竟然丝毫没有紧张的意思 反而嘴角上扬 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举起手中的今晚 直接对着狼腰大喊了一声 风吹草动八方雷 天地聚一方 大的狼腰 还不赶快飞到碗里来 你待何时 花音刚 就看到那只今晚忽然震动了起来 随即一道金光 瞬间罩住了狼腰 结果 狼腰瞬间被钉在了原地 不仅四肢无法动一下 反而 全身瘦颜可见的在慢慢融化 看到这个情况 青狼顿时吓了是头皮发麻 随即嘴中猛地发出了一声惨叫 只见一场黑影急忙脱离了肉身 直接飞到了空中大喊 好你个铁牛 居然身怀此等发毛 害我失去了肉身 不过 你也不要得意 我一定还会来找你复仇的 到时候 看你如何逃走 说完后 那场黑影搜了一下子 就从窗户口给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 铁牛终于反应了过来 随即转头看了一眼 还在地上打哭的妻子 无奈地摇摇头 接着 走上前把他扶了起来 帮他擦了一下眼泪 也严肃地说道 宁儿 你真是糊涂啊 怎么能轻易相信那狼幼的话 幸好我来得还算及时 不然 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宁儿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再这样做啥事了 冰宁儿说完这话 愧疚地点了脸头 就这样 时间如流水 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两年 此时的铁牛早忘记了狼幼的事项 毕竟妻子已经怀孕了 据狼中所说 好像是三胞胎 这可真是大喜啊 直到有一天晚上 铁牛夫妻俩正在屋中睡觉时 突然听到院中 传来了阵阵狼吼声响起 接着 一道非常嚣张的声音传来 铁牛 我来找你复仇了 你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次 我把自己的狼群都带来了 纵然你万般手段 那都会丢掉小命 说完后 青狼嘴中冷恨了一声 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铁牛看到妻子那慌张的样子 立马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随即叹了一口气 一定无奈地说道 宁儿 都是我连累了你啊 看来这次 我们难逃一劫了 县公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既然我能恰给你 那生就是你的人 死就是你的鬼 既然这是天意 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说完后 她眼中慢慢流出了泪水 直接躺在她丈夫的怀中 说是迟那是怀 就在狼妖得意忘形的时候 突然空中传来了 轰隆的一声巨响 只见一条五丈青蛇出现 随即嘴中冷恨了一声 大的狼妖居然敢伤害我的主人 看来你活着也没有用了 花言刚入 只见青蛇眼中寒光一闪 直接张开大嘴 对着群狼喷出了一团火 结果 就听到那群狼妖 不断发出了惨叫声 没过多久 就化成了灰烬 而此时躲在屋中的铁牛 看到院中发生了这一幕 顿时心中大喜 随即跑出了屋外 看了空中青蛇一眼 一脸激怒的说 小青 原来是你救了我 这十年不见 你终于舍得回来看我 不知 你还走吗 哟 看你那副得意的样子 我这次回来找你 就不走了 花言刚入 只见青蛇眼珠一转 立马全身金光一闪 瞬间变成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 直线 落到了地上抱住了铁牛 随即 眼角 撇了屋中的冰银儿一眼 竟然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丝 诡异的笑容 女子被迫结婚 心灰夜见男子面熟 男子说 天王盖地虎 北宋年前 清昌府 竹园村三面环山 山上种着很多的竹子 村子因此而得名 今天说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村里的王淑群 家里世代经商 颇有钱财 据说他家里是从外地迁来的 来的时候 大大小小运送物资的马车 就有几十辆 村民们 有的人猜测 他是躲着仇家 才来到了这个荒僻的小山村 也有人说 他是厌烦了都市的繁华 来到这里 头清静的 王淑群对村民们的议论 未作回答 他为人低调 在村里买下了房子 并扩建成了庄园 还买下了周围 上百亩的田地 让村民们耕种 村民们只需上缴 和种地主田地一半的费用 这可让百姓们高兴坏了 都夸他是大善人 后来 就叫了他王善人 在王淑群来之前 村民们都是靠着砍柴 打猎为生的 由于给地主种地的费用太高 村民们很少耕种 所以生活都很接据 在王淑群来了之后 大家逐渐地开始以耕种为生 除了吃喝 慢慢有了结语 一转眼 三年过去了 村民们对王淑群 很是感激 要不是他的到来 村里现在 可能还是连吃喝都是问题 村民刘大爷喜爱钓鱼 这天下午 钓到了一条十斤左右的草鱼 他看着鱼太大 自己又吃不完 就想到了王淑群 带着鱼朝着王淑群家里走去 到了王淑群的家里 刘大爷开口道 淑群 我钓了一条鱼 给你送了过来 是刘大爷呀 您老拿这么大一条鱼做什么呀 王淑群赶紧将刘大爷引进了屋里 让老人家坐下 这些年哪 多亏有你 让村里的人生活是越来越好 我也没啥好送你的 今天钓了鱼 想着让你吃个新鲜 你就收下吧 王淑群这才明白 刘大爷是来送鱼 表示感谢的 他既然推脱不掉 只好收下 准备以后再找机会补偿老人 两人说话时 刘大爷看王淑群满脸的愁怒 询问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让他说出来 或许可以帮帮解惑 王淑群长舒了一口气 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原来他已经年近四十 结婚十多年了 仍然是没有一个一儿伴侣的 家里没有孩子的嬉笑与长闹 太冷清了 便寻了个郎中给瞧瞧 刘大爷一拍大腿说道 这是简单呀 我家里祖上可是御医 我也略知以二 我给你瞧瞧 说着 拿起王淑群的手 还是好卖 给王淑群耗完了卖 他又给王夫人也耗了卖 给两人争断完 刘大爷写下了一个药方 交给了王淑群 上去抓药 他则是回家去 去祖上传下了那蜜药 说是和欣抓的药 一起肩服 竟能怀上 按照刘大爷的药方 王淑群和夫人连着喝了一个月 希望能有奇迹的发生 有一天早上吃过饭 王夫人看到满桌子的菜 还没夹起来就感觉胃里是不舒服 跑到院内开始干呕 王淑群心中疑惑 夫人这是怎么了 近来他身体就没有疫病 他一直在备孕 看着夫人在干呕 王淑群让人把郎中给请来了 郎中来了之后 给王夫人耗了脉 笑着说道 只是恭喜王善人哪 夫人哪 是有喜了 不必担心 一天夫人怀孕 这可把王淑群给高兴坏了 给郎中包了个红包 送郎中离去 王淑群笑着说道 还是刘大爷厉害呀 以前哪 也看过那么多的郎中 不曾想 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 竟能遇到羽衣的后代 说着 亲自带了礼品 到刘大爷家里面感谢了 王夫人怀孕以后 王淑群让下人们小心地照顾着 到了日子 王夫人生下了一位女孩 取名巧玲 王淑群好不容易有了巧玲 所以对她很是疼爱 请先生教她琴棋书画 巧玲呢 也很爱学这些 一谎言 巧玲十六岁了 举止端庄优雅 身材 君臣漂亮 迷倒了很多的年轻才觉 来家里说亲的呀 要把门口都塌了 不过 都被巧玲给拒绝了 她说自己还小 到大一点的再说 王淑群尊重女儿的决定 有一天 巧玲在山上游玩 不小心迷了路 越走越远 到了深山 一直到天黑 巧玲也没有走出来 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 哭声引起了几匹狼的主意 向巧玲围了过来 巧玲很害怕 在地上捡起了一个木棒 忽在身前 情况危机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冲了过来 拿起弓箭射向了其中的一只狼 狼应声中箭 哀嚎着逃跑了 其他的狼也一哄而散 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男子询问道 巧玲将自己迷路的事情 告诉了男子 并介绍了自己的神势 男子听完 也介绍起自己来 他名叫张浩天 住在山后 趁着天黑在打猎 按他说的 巧玲已经到了森林深处 距离他家 已经很远了 可随他先回家里休息一晚 明日天亮了再回家 巧玲看着一点顿厚的浩天 他心想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于是 便跟着浩天回了家 到家后 浩天给他做了饭菜 巧玲饿了一天 终于是吃上了饭 很快就吃完了 吃完饭后 浩天拿起床上的破盖 去了另一个屋 给巧玲拿出了一床新的被褥 让他早些歇歇 巧玲关上门 躺在床上 一觉睡到了天亮 在山中转悠了半天 又遭遇了恶狼 实在是太困了 第二天 巧玲和浩天一起吃完了早饭 浩天将巧玲给送回了家 经历此事后 两人算是认识了 过了几天 巧玲带上礼品 去浩天家里面表示感谢 浩天将他迎进了屋内 巧玲看到桌子上放的书 开始和浩天交谈了起来 通过交谈 巧玲发现浩天很有才华 就凶问道 你有如此的才华 为何在这里居住 哟 这事说来话长了 浩天坐在门口 看着远处的山坡 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本是一个富家公子 母亲早些年去世了 一年前父亲娶了后娘 还带着男孩 自后娘进门后 便经常趁着父亲外出 打骂他 他一气之下 就来到了这里 图个清晰 听完浩天的话后 巧玲很同情他 让他看开一脸 自己以后会经常来看他的 自此 巧玲经常会带上亲手做的糕点 送给浩天吃 一来而去的 两人逐渐有了感情 私下里定了终身 巧玲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 就给父亲说了 有一天 巧玲带着自己做的美食 来到浩天的家里 却发现浩天不见了 巧玲大哭了起来 说好了要在一起一辈子呢 现在怎么能抛下他独自离开 失魂落魄的巧玲回到了家里 他还没来得及给父亲说 要嫁给浩天的事情 现在浩天却消失了 看着巧玲的样子 王书群心疼的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巧玲将他与浩天司令终身 和浩天失踪的事情说了一遍 王书群拉着巧玲的手 让他看开一脸 过了没多久 县令托人上门求亲 要巧玲嫁给他的儿子 王书群知道 巧玲目前正是伤心的时候 便拒绝了 可自从拒绝县令的求亲后 县令竟然安排人 查封了好几处王书群的店铺 宅地 说是事件违法 这可筹坏了王书群 这不是逼着让巧玲嫁人吗 王书群将情况告诉了巧玲 询问他的意见 看着父亲愁眉苦脸的样子 巧玲答应了出家 三日后 巧玲搭扮着漂漂亮亮的 坐上了洁琴的花轿 往县令家里赶去 可他此时很伤心 他还在想着好天 到了县令家 巧玲被安排的拜了他 送入了洞房 一直等到天黑 西南官陪宾客们喝完了酒 推门走了进来 他来到巧玲的身边 掀开了盖在巧玲头上的火盖头 根据当地的风俗 巧玲脸上戴着一个鱼仪面具 此时两人四目相对 看到新郎官 巧玲愣了一下 这男子怎么有点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别慌 我找一找 想了一会儿 猛地想起 这不就是心心念念的好天吗 可看着又不完全像 新郎官看着新娘 手腕上戴着的红色手链 由于巧玲脸上戴着面具 他不能看清楚巧玲的面貌 他试探性地说道 天王盖地火 小鸡炖蘑菇 巧玲不由自主地说出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此时男子戒下脸上的易容面具 露出浩天的脸庞 看到是浩天 巧玲激动地边哭边笑 趴在浩天的怀里 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浩天是县令的儿子 他之前不告而别 是因为被绑回了家 被按照后娘儿子的模样 易容成他的样子 完成娶妻的容 因为后娘的儿子 因欺压百姓 几个月前就被人打成了傻子 所以后娘便命人 将浩天给绑了回来 浩天说完 两人抱在了一起 边看对方边笑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浩天带着巧玲 简单收拾了行囊 从后门偷偷跑了出去 两人离开了庆堂府 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 买下了两件门面 做起了酒馆的生意 生活稳定下来后 巧玲托人给父亲 捎了封书戏 告诉他自己很平安 现在和浩天 在外府开酒馆 让他不要牵挂 后来巧玲父亲 托人送来了书信 让巧玲和浩天回去 说是他后娘被修了 据说是生活不检点 被县灵抓获 第二天 巧玲抱着儿子 浩天驾着马车 一行三人 往庆厂府出发 本故事为民间传说 属于文学创作 故事情节和人物 均为虚构 逐有雷同 传逐巧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